大家好啊,我是国人,和民精英这次又更新了上线的家园模式 大家可以点击大厅上方左边家园图标,就可以进入自己的专属家园了 在家园中可以通过搭配结构和家具还有粉刷物来打造自己的专属房屋 也可以领取猫咪来互动培养亲密感情 家园玩法也有专属的家园币和装饰币 可以前往购物中心购买新的家具 这个家园系统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让我从一个老六变成了一个装修工了 啊,不对,是一个设计师啊 那么这一视频就来给大家推荐几款便宜又好看的家具 让刚上手的小白可以建造出好看的房子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下方的建造按钮来改造我们的家园 目前我们可以选择默认的普通家具以及中式风格的家具 我们最好使用相同风格的家具和对应相同主题的屋子 这样才会更加的精美 所以各位要准备一下你们家的两米大床了 让你的朋友在你们家可以玩累的直接水 来,让我看看 我们在展台商品预告中也可以看到 未来还会出更多其他的主题 但这些材质都需要家园币或者装饰币进行购买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如何可以获得家园币呢 首先商城道具每周可以购买三代家园币 其次升级控制台与控制台后的空头 可以每日领取装饰币 目前这些方式是最容易获得家园币的方式 剩下的获取方式还有 宠物猫咪每日游历和买卖皮皮虾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装饰币 切记每个阿星的回收价都不一样哦 卖之前可以去好友家看看 目前通用的获取方式就是这些了 每天把这些做完之后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装饰币了 之后就可以购买新一代家具了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 这个宠物猫咪该如何获得呀 当我们的家园达到三级之后就可以解锁宠物功能了 解锁之后我们就可以获得猫咪了 总而言之 这个新的家园万法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万法 是建筑党的福音 大家也可以见到出自己心目中的房屋来 让好友来参观 好了 那么这些视频也先给大家待在这边了 喜欢我的视频也是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 本期视频点赞过三千 立刻更新下一期 我是鬼刃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